贪区长照机构齐鸡之家 举行新家园上粮祈福典礼 包括新北市民政局长林耀常 及立法委员洪孟凯等 多位地方名代都到场祝贺 齐鸡之家董事长马玉杰修宁表示 虽然新建筑工程进度目前已经到了第三楼 但是也因为经费跟预期的目标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马董事长恳请各界 享用新建工程的筹做经费 希望借由众人的小额捐款 汇集大家的力量 协助这栋建物早日完工 新北市泰山区长照机构齐鸡之家 举行新家园上粮祈福典礼 游天主教台湾总修院院长罗继员主持 新家园市三层楼建筑共400多坪 提供日照服务空间 多功能教室 社区关怀据点活动 送餐服务的中央厨房 照顾咖啡馆行政空间等 预定明年9月完工 这是一栋多功能 并提供多元长照服务的建筑 目的是为回应台湾高龄社会的需求 关怀长辈们 以实践教会传爱的使命 容神一人 汇集之家 真的替我们新北市政府 服务我们很多的长辈 他从103年 到今年112年连续10年 都是我们基优的宗教团体 民政局长林奥厂表示 奇迹之家连续10年都是优秀宗教团体 替社会做很多公益 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将能更扩大服务 立法委员侯孟凯到场祝贺表示 藉由众人小额捐款 让小爱变大爱 汇集大家的力量 就会完成使命 我们今天能够共同坐在这边 参与这样的一个善良典礼 背后所有人的点点滴滴付出 一点一滴小爱变大爱 汇集所有人的散款 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奇迹之家 我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 我们已经募到了3890万 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离我们的8900万 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也每天祈祷 也每天为我们的恩人们祈祷 也需要我们的一个愿景 我们能够达成 奇迹之家董事长马玉杰兄女表示 感谢各界的爱心 现在新建筑进度到第三层楼 但经费跟预期目标仍不足5000万元 他恳请各界响应新建工程 筹措金费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